180克的转化糖浆 再加入60克的花生油 4克的碱水 给它充分和搅拌均匀 然后再分次加入中筋面粉 用刮刀稍微拌一拌 然后再用手揉成面团 给它揉成面团就可以了 面粉饧上两个小时 55克的低尖面粉和28克的糯米粉 倒在平底锅里 把它慢慢翻炒 炒到面粉微微发黄 大概需要6-8分钟左右 开最小火翻炒 炒好的面粉过筛到碗中 放凉备用 再来准备馅料的部分 花生仁100克 核桃仁50克 葵花籽仁50克 腰果40克 南瓜籽仁40克 杏仁40克 这些都是生的材料 我们先拿去把它烤熟了 这个是一些国谱类的 自己喜欢什么就添加什么 每一种都在20克左右 把这些大块的都切成小碎丁 切成小碎丁 熟的碧根果仁40克 熟的碧根果用手给它掰碎一点 烤的时候中间要给它这个翻一下 再把这种大颗粒的坚果给它切碎一点 先把核档的皮能搓掉的给它搓掉 然后再给它掰成小块 把化生饼的外衣给它搓掉 把对半挤开就可以了 把全部处理好的坚果倒在一个大碗里 还有果干 最后再加入10克熟的白芝麻 10克熟的黑芝麻 坚果和果干的部分全部处理好之后 总重量在480克左右 这个是100克的麦芽糖 加入45克玉米油 28克的牛奶 8克的白酒 20克的蜂蜜 再加1克的碱水 把它们充分搅拌混合均匀 搅拌成这样就可以了 分次少量的加在坚果里面 然后给它搅拌均匀 最后搅拌均匀之后 再分次少量的加入刚刚炒好的面粉 最后五人线能够轻松的粘成团就可以了 最后 蜜蜂盖上保鲜膜 饧上半个小时 把做好的五人线料 平均分成16等份 我们的馅料已经全部分割完了 每个大概在45到46克之间 先好的面团也均匀的分成16等份 先给它抓一抓 然后再搓圆 再手心按扁 再包上一个我们提前做好的馅料 它包起来搓圆就可以了 再放在面粉的盆里 再给它搓一搓 看不到干粉就可以了 全部做好之后表面喷点水 剩下火185 先烤8分10分钟 我们取一个蛋清 半个蛋黄 把鸡蛋充分的搅散 准备这样一个软骨砂 先粘点蛋液 再把多余的蛋液给刮掉 把表面烤至定型 拿出来再轻轻的刷一层薄薄的蛋液 再继续放回到烤箱口 再一次上下火180 到一烤12到15分钟左右 鸡蛋液 鱼饼完全放凉之后 放在保鲜袋里面 硬装给它和油 这个是和油一个晚上 中秋节快要到了 喜欢吃月饼的小伙伴 各种月饼也可以准备起来了 今天做了广市五人月饼 自己做的特别的香 好吃又不会太甜腻 馅料可以随意搭配自己喜欢的果干 做法也不是特别的难 喜欢吃五人月饼的 可以试试这个配方 做好的五人月饼 常温密封保存8天左右 喜欢吃广市零用月饼 可以翻看之前的视频教程 喜欢视频的小伙伴 别忘记点击关注哦